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3至37节 今天我们的讲题就是《多次一举的信仰》仍然是在灯山部分的其中一部分 但在教会这么多年我会留意到一件事就是教会很喜欢创造很多神学的口号或者宣言 通常我们看到的例子就是神是爱、信耶稣可以得永生、要彼此相爱、信者得救等等 你可以顽顾一下今天的教会有很多角色各样甚至有些你还没想过的口号创造出来 但是当我们再去看看初期教会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原来初期教会的时候人们都很喜欢创造一些所谓的神学宣言 不过他用了一个字眼叫做《信经》 其实当我们仔细去看看这些所谓的《信经》或者这些口号 其实都是尝试用一些最简单的文字来尝试总括出一些神学的观念 所以今天当大家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不同的宗派教会的时候 我很喜欢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就去参加其他不同的宗派教会 看看不同的宗派教会的现况是怎样的 你就会留意得到原来在其他宗派的崇拜里面 原来他们仍然是很喜欢有一个环节叫做《念诵信经》 这些《念诵信经》的习惯其实都很特别的 他们一班信徒都会一起去齐声去念诵这些所谓的《信经》的条文 但是你会留意到在以马来尼华人证信会这么多年里面 我们都没有去念诵信经这个环节的 为什么呢?只需要我们去留心看一下的时候 很多的信经其实他们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有很多时的更改更动 把原本一篇的信经又将它增加一些又将它减省一些 譬如大家很熟悉的《仕途信经》《圣派教会》 而因为它的咸哭内容有些地方也未能尽善尽美 所以后来又有一些更新的版本 就有后来所谓的《尼西亚军士坦丁堡信经》《纳仙·康斯坦丁堡信经》《纳仙·康斯坦丁堡信经》 而更加有些中派还会去背诵 譬如《阿塔纳修信经》《阿塔纳仙·康斯坦丁堡信经》 以及一些所谓的另一个信经叫做《加克敦信经》《凌仙·康斯坦丁堡信经》 你会在《阿塔纳修信经》只见到我们去背诵主土文 但我们从来不去背诵信经 因为这些信经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神学的口号或者宣言 是借着当时的教父他们的神学思想而进行不断的更新改变 所以大家要了解教父就不是那些黑社会的教父 是说到一些在教会里面是作为一个牧者的身份 他们尝试去理解圣经里面的教导 并且把它去演绎给当时的信徒知道 而这种习惯久而久之就存留在很多不同的宗派里面 正因为这些信经只不过是人的一种产物 就不是由神原本的提示 按照他原本的内容直接用原则完美的说话去诚述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的教会去背诵这些信经的时候 都会有他一些神学的偏颇 而我们在亚马拉利华人浸信号的牧会这么多年里面 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回到上帝的说话里面 去明白上帝的意思 而不是去靠额一些由人塑造或者编辑出来的神学宣言 因为这些神学宣言在他的建构过程当中 可能会造成一些错信的机会 导致信徒也有一些偏颇 或者甚至扭曲了对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 今天我们就会听到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3至37节里面 耶稣再次如何去针对当时的犹太人 一段他们的神学口号或者神学主张 耶稣作出一连串的纠正 其中当中的不仅是要讨论的内容和他当中的题目 更重要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就是 这种依赖神学口号式的信仰 其实在当中有他本身的危机 而耶稣就在这里要作出提醒 所以当耶稣带着这些门徒在山上去传讲主的信息的时候 耶稣很着意去纽正这些人的错信 所以今天的讲题就是叫做 多此一举的信仰 religious falsehood 好了 为了我方便大家 我们再次一起打开这段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3至37节 让我们先仔细去读一次 读完之后我们再详细去看这段经文所讲的内容 是什么 好 我一起打开《和合本》的版本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章33至37节 我一起读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总要向主紧手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誓都不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誓 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 不可指着地起誓 因为地是他的脚椅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这段圣经 我们会分为三个部分 一起去看 第一个部分 我们去看的是 第五章第三十三节 我给了一个副题 叫做口号式信仰的 歹毒性 the poisonous of religious motives 我们进入这段经文的时候 可以说是耶稣 从第21节至第48节 六个连串的反思题目 在这个第四个反思题目里面 耶稣要提出的是一种 似是而非的信仰 如何去处理好这种信仰 其实一开始 我们看第五章第三十三节的时候 就很熟悉的这个开始 他说你们又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 其实这个陈述 早在先前第五章的第21 和第27节里面 我们已经见过很熟悉的了 只不过是在之后 第五章第三十一节的时候 谈论到有关于这个 夫妻 这个题目的时候 就是停用过一次的 现在再次这个陈述 开始可以告诉我们 耶稣要提出一个 新的讨论的题目 所以又再次用回这个说法 在你们应该在座的人 曾经听过 有些吩咐你们的先祖 就是他们的犹太人的先祖 犹太人 以色列文 希伯来文 他们在先前 已经流传了一个这样的介绍 介绍什么呢 是一个已经听惯听熟 变得一个传统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 以如目掩 已经熟悉不过的教训 其实这种的教训 正正就是影响 你们的错信状态 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 要提出这个讨论 希望让这帮在座的人明白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这句话是什么 这句话是什么 耶稣就在这里 告诉他们 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 总要向主紧守 这是你们已经 以如目掩 很熟悉的一个陈述 这句话在哪里出的呢 如果大家去查考圣经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 这句话没有直接在一段的圣经里面出现 原来这句话 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 总要向主紧守 是一句神学的创作口号 它是当时以色列文 以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二节的其中一句 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 总要向主紧守 这个陈述的部分的经节 组合了其他的经文 在哪里 原来他参合了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第七节 文数记第三十章第二节 和生命记的两段经文 五章一节 和二十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总共加上的是 这里有四卷的经书 而加上的是总共有五段的经文 而他们抽合创作一个合成本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句 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 总要向主紧守 他们以一句 由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二节的下半节的经文 来组合出一句这样的神学用语 或者口号 就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那些 信耶稣得永生 把这句说话 把几段经文抽在一起 然后希望能够容易被人记得 于是就创造了这句说话 拿着眼看上去 这句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总要向主紧守 看上去多好 对不对 不可背誓的角度 和在神学上 都似乎是合情合理 又是合上帝的心意的诚述 如果大家还记得 在前阵子我曾经讲到的题目 都有一个这样的标题 在课上叫做 说得出就做得到的天国主人 简直是perfect match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不过大家大兄姐妹 当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 你都传统听下去 说下去这句说话 似乎很合听很合洗 那你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来听这段圣经耶稣点陈述 首先我们去看看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会留意到这里的片段 是基于利美记第十九章 从第十一至十二章的陈述 其中的一部分 这句说话是 就是贴在十九章第十一节里面所说的 你们不可偷渡 不可欺骗 也不可彼此说方 然后才有提到 其实一定要守承诺这个陈述 但如果当我们再宏观一些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原来我们会发现到一个很大的陈述基础 因为利美记第十九章 其实是包含了十阶里面的所有陈述 如果我们只想去看看 在利美记第十九章第三节里面 他就提及到要敲敬父母 守我的安息日 我是耶和华里门的上帝 这就包括了十阶的第五阶 第四阶和第一阶 然后第四节里面又这样说 不可偏向虚无的神 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我是耶和华里门的神 这就包括了第二阶和第一阶 第十一节 你们不可偷渡 不可欺骗 也不可彼此说方 就是十阶的第八阶 不可偷渡 以及不可作假见证 然后第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 所值根据的就是 不可指着我们的明起假誓 涉足你神的明 这个就是涉及于第三阶和第九阶 网清荣华的明及作假见证陷害人 然后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 就说不可欺压你的轮舍 也不可抢夺他的物 这个就是十阶的第十阶 然后第十七节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 如果大家看过前文 我已经和大家说过了 恨你的弟兄 其实就是和这个 不可杀人的第六阶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十九节 不可欲没你的女 而使他为枪忌 恐怕地上的人尊向淫乱 地就满了大鳄 就等同于十阶的第七阶 不可奸忍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么仔细去看 原来从利未记第十九章 第十二节 那句不可指着 我的明起假誓 涉足你的实上帝 的明这句作为基础 只不过在整卷 这个第十九章 你还记得第十九章 里面的其中一个片段的经文 然后再把它组合成为一个 现在我们看见 在马太福音里面 不可背势所起的势 总要向主紧守 这个神学的 就是叫做归纳的口号 这个组合的过程 可以说得 是很值得我们去再次反思一件事 就是说 为什么要创造一种 这样的口号式的信仰呢 利未记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整个第十九章 里面是上帝对十阶 就是说他对十阶的亲自的解说 简单来说 十阶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 上帝给以色列文 他们的一个献着 Constitution 但是来到 利未记第十九章的时候 上帝藉着当时的祭司 将这些上帝要真真正正在地上的执行细节 如何将十阶的内容 详细活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说得 这个是十阶的附件或者附例 用英文说的就是拜罗斯 上帝在利未记第十九章里面 其实要最重要的要子 不是只是这些朝文内容 其实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的第二节里面 上帝已经将他的目的 为什么要这样陈述 在此时势要将执行的过程 说出来 因为一个原因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 上帝在利未记第十九章里面 说这么多的东西 为十阶将他作出更仔细的陈述 并且落实到在他们的生活的每个层次里面 是目的要他们显出他们是神的子民 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他的子民都要是圣洁的 这个题目其实早在我们看灯山部分里面 是一直源自于整个主题的主族的发展 所以当耶稣在这里引用昔日 就是用他当时的时间 坐在他面前的这班跟随的群众 他谈论到昔日他们的以色列文 以至他们的先祖 将上帝的戒命 个人归纳成为神学的口号 其实只不过是利用神原本的戒命 而引申到成为个人全式的一种解说 而这种以个人归纳形式所做出来的解说 就好像我们刚刚才说过的那些 所谓仕途信经 一连串的信经 甚至在后来教会很喜欢用到的一些教会的口号 那种思维其实是别无两样的 这种做法看起来好像很熟灵 但是如果我们想深一层的话 正正就是和马太福音 在先前我们在里面看过马太 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里面 引用过旧约的圣经 尤其是以赛亚书的圣经的时候 那个原则和方向就刚刚是相反 马太福音里面 马太引用圣经的方向是 当他看到当时尚太在面前所发生 造成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然后他就想起在圣经里面 神原本借着先知以赛亚的陈述的实际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在先前也说过 马太福音每次引用到旧约的圣经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 原来马太作者看完耶稣所做的时候 然后就说 原来是这样的 在圣经哪里说过 他的方向是由他所看到的熟灵经历 或者熟灵的事件 或者上帝所做的事情 然后看回旧约的圣经的解释 但是古人或者在这里所说到的 犹太人的古人他们的先祖 甚至可能今天我们的很多不同的 所谓神学家基督徒 他们的引用方向就刚刚相反了 他们就看到上帝有些说话 上帝原原本本的戒命 不过他就用个人的体会 将他重新包装 引用出一个个人近似 好像圣经的神学口号 不过这些神学口号 往往是有他的残缺不足的地方 最典型的例子 其实先前我们已经看过了 第五章第31节 或者第五章第33节里面 都提到什么 比如最简单 我刚刚上一堂说过的 就是原来有人想优妻给优书 他就可以优他 这些是传统上 他们归纳了上帝的说话之后 他们自己个人的演绎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神学诠释的方法 看了上帝的说话 然后就自以我按照个人的意思去解释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神学院的研究院的时候 主修的是这个诗经学 特别是在新约里面使用旧约的经文 而专注在保罗的很多书卷里面 他很多时候都引用了很多旧约的圣经 我们去看的时候 是圣经说话给我们知道 而不是我觉得圣经在说什么 是两个很不同的方向 在神学上面有两个字眼 如果圣经说话给我们知道 这个叫做Exegesis 从圣经的说话解说给我们知道 用圣经解释给我们知道 但如果另一种是什么 我觉得圣经这样解释 这种叫Exegesis 我觉得圣经说这些是这样的意思 很可惜的是今时今日的时候 很多的教会很多信徒 都采用了这种所谓Exegesis 我为主 我为主 应问我为主 去解释圣经 所以有时候有些信徒就来问我 黄牧师 为什么你的解释圣经和其他牧者不同 因为我的解释圣经是 圣经说一些事情给我们知道 不是我看到圣经 我觉得圣经是这样说的 我只能够凭我所识的圣经 是这样说的意思 所以黄牧师妹 这里第一件事 耶稣给了一个很好的实习的机会 给我们看到 由人创造出来的一些神学口号 或者一些神学宣言 虽然他们有很高的悦人心思的一种特质 很能够讨好你的喜悦 很能够让你很容易觉得信主很容易 这个神学很容易 但是同时我们原来发现到 这类由人创造出来的神学口号 其实它是隐藏着有很高的毒性 这种毒性可以随时毒害我们的属灵生命 并且之后慢慢蚕食在我们每一日的生命生活里面 让人在不经不觉之间 就死在一种能够又乐乐又敬虔的一种虚状的里面 而耶稣在这里 就是要是当时在场的所有这帮 能够听到他讲道的人 或者透过马太 今天能够写给我们可以看到 读到的人 让我们明白到 原来耶稣是很想帮我们去解读 detox 将我们听到很多错误的神学 听到很多以为很有合道德 有合神心意 不过其实原来是从人自己 塑造出来的一些神学的一些 归纳用词 而这些用词其实只是很片断 隐藏很多毒性在里面 因为我以为我们已经很勤勤 很守上帝的律法 甚至连十戒都守了 但其实原来我们 却是在这些地方里面 我们渐渐被荼毒 耶稣在这里首先提出这一点 你们听惯听熟 觉得很有意思 很顺义 其实不是 这些是你人做出来的事情 是你归纳出来的事情 所以耶稣是怎样的呢? 第二部分我们一起去看的 就是从第五章 第三十四至三十六节的这一部分 在这部分耶稣就要 揭开以敬虔包装的偽信 《unvelling the sugarcoded untruvelness》 我们再次读一下这几节经文 因为这几节经文其实都不是很复杂 不过多读可以让大家容易理解一些 我们打开五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世都不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世 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 不可指着地起世 因为地是他的脚椅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世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 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世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通常这些美丽的敬虔口号 或者一些宗教行为活动 都很让那些假的信徒向往 其中一件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耶稣这里提出的一个项目 《起世》这个题目 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假的信徒 那么享旺或者享受在其中呢? 因为在这些情况之中 就可以做了一些事情给人看 也同时做了一些事情 可以安慰自己 觉得自己很敬虔的 假的信徒最重要的是 自己在不敬虔的情况之下 仍然要有些事情安慰自己觉得很敬虔 首先我们要明白到 在这篇圣经里面 问题不是起誓这个行动 而是起誓者在起誓的行动当中 原来包含了一份思心在他里面 耶稣在这里首先由当时的人 他们的起誓的行为表现 去作出一个分析 点出了起誓者有一个思心的问题 思心的问题 其实也在反映他们的属灵生命是有问题的 起誓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都会明白 起誓原本的目的是要让起誓者表明自己 是所说的事情是诚实无偽的 起誓的目的 其实是让起誓者表明自己所说的说话 是诚实无偽的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 这一句就说得明明白白 让当时的门徒明白 既然如果起誓的原因是要表明 你说的事情是诚实无偽的话 那你就根本就不需要去起誓这个行为 耶稣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藉着他们跟着有的表现 来反映探索他们有的思心的问题 在《愚文圣经》里面 起誓这里是故意用了一个所谓的不定词去诚实 即是其实这个行为 不只是讲一个动态 而是反映高人的思维 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什么呢? 他说原来在当时普遍来计 就是起誓的人有的一些行为表现 然后从这些表现当中 耶稣就要去问 为什么他们要有这样的表现呢? 然后耶稣就要说出 为什么他觉得这些表现根本不应该去做 不应该要有这些起誓的行为 原因在哪里? 总共列举了四款给我们知道 这四款也是当时基本上涵盒了所有人起誓 会做的行为 在起誓的时候 我们就仔细看看这四款是什么 第一款 耶稣就指导 不可只在天起誓 因为天是上帝的寶座 这个其实就是谈论到有关于 原来上帝在天是他的王位的地方 坐着为王的地方 这个其实大家都在犹太人的创造论里面很清楚说出来的 上帝不是住在人间里面的 上帝是住在天里面作王的 不过同时 虽然如此 但是耶稣指出第二种起誓的形态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可指着地起誓 因为地是他的凳脚 哇! 说完天就说地了 地是他的凳脚 是什么原因呢? 待会再指导去看看 第三款就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 但是耶稣说 你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 为什么要说这些我不是太明白 为什么当时的人要这么去诓 我们待会再看一看 第四款就是说到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指着头发 指着头发 有人指着头发变黑变白了吗? 有这样的奇形的现象吗? 我们逐个看看 首先 后两款的 谭论道要向天 向地 指着天地 来到去 起誓耶稣说 不要啊! 刚才我们略略说了 天是上帝的座位 上帝在那里做违皇 你在上帝的面前指着上帝的位置去发誓 起誓? 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 原来连着第二个 地是指着什么? 地其实跟天是相对的 在创世纪里面 犹太人的描述 创世纪里面的创造 其实是包括天和地 两者 当天地两者合在一起 就是象征着上帝整个的创造 如果深水清的弟兄姐妹 其实都已经想起 早在第五章第十八节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原来耶稣已经提过天地的问题了 指什么? 即使天地都废去 上帝的说话 一点一画也不废去 记不记得这句说话? 其实这段圣经 其实谈论道是什么呢? 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那个《创造》的主题里面 谈论道原来有些人指着上帝的创造 而且向上帝说 上帝我现在向着你的创造去说 这种行为是直接对上帝的一种威胁 上帝我就在你的创造里面向着你去说 因为你说过这个创造 你做过我现在就指着他 我一定用他来支持我 说我说的一定是对的 即是拖上帝下水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天地这个主题 我们以前谈论到《约义书》第二章 第十节或者第三十节 都曾经说过 天地其实是象征着上帝的统管环境 而更特别的一处地方 就是在《生命记》第四章第26节 里面我们曾经见过摩西当时向着所有的以色列民 他这样说 他说我今天呼天换地向你们 即以色列民作见证 作什么见证大家自己去看看 摩西不是指着天指着地 摩西在这里求福上帝 他的创造在这里见证着 他说的事是真真实实的 所以从这些陈述里面 告诉我们知道 原来当时耶稣留意到 犹太人 他们从老古早的时候 到现在在他面前的这群 说要跟随他的人 原来他们也有一种思维 用创造来支持他说的东西 拉上帝下水 来让上帝支持他们的说话 认为怎样 只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权力 权威 我就可以依赖这个权威 来支持我说的东西 就是一定真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希望这个人说了之后 其他人会相信 明白吗 起誓的原因在当时的人是什么 是希望其他人相信 他要怎样 唯有依赖一个更加大权并的人 更加伟大的能力全员 来支撑着他说的东西 这种做法是否熟悉 所以 胡寡虎威这个诚语就是陈述这种情况 自己根本没有了道 胡你根本没有了道 不过跟老虎说 他说了 骗了老虎 又骗了前面的人 他就做两手欺骗的行为 耶稣在这里 其实这样 知道当时的人 你们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什么 骗上帝 又希望骗这帮你想骗的人 除此之外 这段圣经还特别 第三件事 耶稣说 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 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上帝 自己去定立的高立的军王 大位所处的王都 于是乎耶路撒冷一直都被视为 以色列人的王的权威代表 所以用这个说法就是说 这些人希望怎么样呢 用一个王权 来支撑着自己说的说话 希望能够为自己那些 其实根本没有说服力 或者没有分量 没有重量的说话 或者承诺 希望那些人会相信多些 而这种做法 其实根本就不可靠 所以耶稣在这里 就谈论到 你们这样的做法 其实只不过是狐假虎威而已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的心为什么要胡 变成一只狐狸的心 这个就是那个特别 还有一点 请留意刚才我们看第二个耶稣描述 那些人指着地起誓的时候 就指着地是他的脚椅 其实这个脚椅的陈述就是一个典故 是出自于诗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一节 在里面大卫陈述到上帝会为大卫他安排 会坐在上帝的旁边 并且怎么样 将囚敌作为大卫的脚椅 这个陈述在《新药圣经》很普遍重提的 例如《路加福音》第20章第42-43节 《司徒行传》第2章第34-35节 《司徒行传》第7章第49节 《希伯来书》第1章第13节 10章第13节 也有同样引用原来大卫他得到上帝为他安排 要是什么? 囚敌成为他们的脚椅 而《雅各》书里面第2章第3节 更加雅各提醒当时他的听众知道 你们竟然叫那些贫穷的弟兄坐在你们的脚椅下 其实是充满对弟兄的一种仇视和鄙视 所以耶稣在这里更加借着的描述 告诉当时他面前的受众知道 包括我们 其实这帮起誓的人 根本就看不起其他的人 他不单只拉上帝下水 并且根本看不起下面的人 以为这帮人可以让他任去鱼肉 就借助上帝这个创造的权威 借助君王的权威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开始明白到 为什么这里谈论到耶路撒冷起誓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 要重提大卫这个王朝 因为这个是将我们连贯在第4篇110篇第1节里面 上帝对大卫的安排 大卫就有个心 只有仇敌才在我的脚椅之下 成为我的脚椅 不过原来犹太人当中 当那些弟兄原来都是在脚椅之下 如同仇敌一样 这样的心态 跟我们先前讲到 杀弟兄的行为有什么分别 不可杀人? 原来是你的心胸是想谋害你的兄弟 这样的人走到上帝面前祈祷 这些祈祷有没有意义? 还有第4个 再讲给大家听 第4个这里讲到 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 所以原文圣经这句说话 这句说话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圣经的翻译就是 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已经变白的头发变黑变白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要从头这件事去了解 如果你要了解头 头第一件事你就会想起 第一次提及头这件事 又是创世纪 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 十五节 当人男和女犯了罪之后 上帝有他的宣判 其中一句说话 三章十五节这样说 女人的侯蕊 要伤你的头 那个你是什么? 指着蛇 蛇的头 头是指着什么意思呢? 原来就是指着你的要害 或者可以说是使你传活你的心思意念 给重解释 但是这基本上在创世的时候就说到你的要害 就是拿你的命啊 上帝 其实在那里跟蛇说 女人的侯蕊将要拿你的侯蕊的命 如果既然是这样呢? 其实这个的陈述就是说 头是反映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没有了你就死了 但是这段圣经说什么呢? 你指着你自己的头来起誓 很奇怪 对不对? 你会觉得不是啊 不怪啊 就是说什么? 按照我自己的决定心思 来到去决定 决定是什么? 将什么决定? 你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祈祷 希望拉上下来 上下来 耶稣如何 于是乎如何 用了一个奉刺的口吻 叫一根白髮变回黑色 意思是什么呢? 谁人有白髮? 老人家变老就是白髮 虚弱的人就是白髮 受死的那些 越来越多白髮 而且脱发 对不对? 只是一个比喻 将白髮变回黑 就是说你可以逆转人生老病死的发展 简单来说 你就是说逆转人的寿命 这个根本你指着头去起誓 以为你自己决定就行 耶稣说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这里圣经就说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从白再变为黑 本译都一样 所以有些人可以挑战 圣经说的是错的 谁说白髮不可以变黑 今天染髮就可以了 这里根本不是说染髮 你不可以用染髮 来推翻上帝耶稣在这里说的说话 况且现在的人染髮 根本就不是说要有白髮染黑 有些人喜欢把头发染别的颜色 有金、有红、有黄、有紫 也不是染髮的问题 这是说到一个人 他以为自己要操纵生命 他可以逆转生老病死 耶稣在这里用这种陈述 其实是要告诉他们 今时今日你们这帮 从老祖古老的时候的 传统犹太人 传来这些神学创作的归纳 什么归纳 不可背势 所起的势 总要向主 针手 其实这种是你们任凭己意的一种心态 你以为你可以靠着巨大无比的势力 来增强自己 这些根本是说了都不会做的说话 以为这样的人就会相信 多余了 其实耶稣只是想在这里说这番说话 你们根本上这种做法 透过一些花巧的宗教行为来整色整水 其实都不能够将你们这些根本不会实现 也都不会做的事情的诚述 以为人们会相信 耶稣带着这种饥饿的说话 其实是让我们明白到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讲传这种思维 表面好像很熟灵 表面好像很伟生上帝 其实根本上他们就是要称他的名字 来捧固一些根本是假的事实 所以弟兄姊妹 既然如果你要这样来用上帝的名 又用上帝的创造来威胁上帝 并且用上帝安立在耶路撒冷的大位王权 来提出一些事情根本是不会做的 其实你就等同于 用上帝的名来在上帝面前行罪恶的行为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段圣经里 其实耶稣想告诉我们 很多花巧 多多的信仰活动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能够讨人自己的喜悦 满足自己的宗教贫乏感觉 但是却是更加容易来得罪神 如果我们去做一些起誓的事情 如果我们会做的 起誓好不起誓好 其实都一定会做的 其实起誓的作用不是很大的 行为不是很大的 所以从这种情况上 只要我们能够说得出做得到 我们其实起誓与不起誓 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 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说了 告诉我们 带着私心的誓言 其实你不法反而更加防止你去得罪上帝的机会 最后所以来到第五章 第三十七节 耶稣这样说 祂说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来到这里 耶稣说到一种 不要留罪恶有蜡烛的地步 有没有利益 耶稣这个总括的说话 就让我们去明白到 其实他在先前 为什么叫他们不起誓也罢 不要不起誓也罢 既然你真的做的 就说做 不做的就不做 你不需要说了做又说不去做 你说了不做又去做 那其实等同于什么 就起假誓 是吧 所以耶稣在这里总括 试就试 非就非 很清楚 不需要去扭扭扭扭扭 再去其他的东西 不过这句话 其实也同时反映到一样东西 就是对于一些 说了一定会走的人 发誓 与否 其实他说的都是有效的 但对于那些人说了 又不会去做的人 就算他起了一个全世界最美丽的誓言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 从这个解说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如果今天 假如我们在加拿大 有时候法庭会叫我们去做陪审员 或者有时候有些机会 我们会去做见证人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发誓没有问题的 因为只要你去到一定说真话 你发誓和不发誓 其实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大问题了 你只是按照他们的人 去表明自己说的东西一定是并无虚言 就是这么多 所以大家听听节目 不要混乱了耶稣在这里 完全否定了有发誓 不准发誓 以后不准发誓 不是 只不过 针对当时的人 发誓 原来他们当吃生菜的 还有其他谋求的 那些人就不要在上帝面前 去做一些得罪上帝的事情 不过在这段圣经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去到最后 他说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也很准确 他说 如果一个人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如果他再多说的话 就会是出于那恶者 这个以人法的陈述 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知道一件事 我们人其实是在罪里面前扰的 即使你是神的子民也好 你仍然要很谨慎 上帝给你看的事情是做的 对的你就去做 对的你就去做 对的你就不去做 千万不要再多地去解释 因为如果我们要多地去解释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罪走进来 让我们有私心去做一些不恰当的行动 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里面 当男人和女人犯了罪之后 他们的言行 男人推女人 女人推一条蛇 不得了 而后来我们看回 当夏娃的儿子 该人杀了他弟弟阿伯之后 上帝跟着说我要你出这个伊甸园 但是怎么样 他在按照上帝的决定 作出一连串 他自己的利益考量的辩驳 他完全被自己对整件事的预设思维 笼罩着去回应上帝 简单来说 他已经被自己的私欲去蒙蔽了他的眼睛 特别是他的熟灵的眼睛 他觉得各种事情都是对他不好的 出去了都被人害了 尚帝其实明白他的情况 犯了罪的人 罪人的特色是什么 他觉得每个人都对不起他 所以他要撑 反正就是这样的思维 大家明白吗 那些专系 凡事都要反对的人 就是这样 他觉得每个人都对不起他 于是上帝也是假的 上帝决定他都要撑 上帝叫他出这段 上帝没有叫他死 他觉得上帝要他死 他会被人追杀 上帝安心 你不会被人追杀 没有人能动到你 明白吗 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 其实最重要提醒我们一件事 如果你的心思是在上帝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所说的说话 你必定会去做 而当这样的情况 你就会言行合一 今天很多人言行不合一 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思 不是在上帝里面 而是在罪恶的预设思维里面去生存 于是如何 他们口边就随随便便 掛着一些很廉价的应许 没有分量的 顺口说的 口爽爽 说了之后 就如何 为自己造成一个很美丽的形象 于是如何 祈祷的时候 又忍了 谁也支持我 創造的 上帝也支持我 大卫王朝也支持我 这就是说话 但是这些事情 说了出来 其实人们不会相信 其实人们都不会相信 因为你所说的 根本没有分量 普罗在《二法所书》第四章 第27节 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 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他是谈论到 当时在教会和信徒之间的商交的时候 有时大家是有些不和的的时候 但是纵使大家如何不对也好 如何去喊杀也好 但是仍然不要让魔鬼有忌报 插进来去破坏教会 而耶稣就在这里提供了这个秘诀 给当时的群众知道 也都将这个秘诀告诉他们 就是不要多解释 只按上帝叫你做的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其实圆文圣经更加不只是说话 是就是 就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不要在之间游走两边 看看有什么法律 来从中取利 耶稣把这个秘诀告诉我们 就好像保罗在《二法所书》 《二法所书》《二十七节》说 不要让魔鬼有地步插进来去 搞妖甚至破坏教会 属神的子民 他们说是有份量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 上帝都能够在祂的圣结里面 帮我们伤了一盘金牙 因为我们说的是牙齿荡金洗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 真的做到牙齿荡金洗 不需要去做那么多 奸奸奸奸的宗教行为 来拖上帝下水而去犯罪 是就做 不是就不做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 天父我多谢你给我们 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 你给我们看到 你如何帮助我们 去逐步逐步去解读 可以给很多错误 或者似是非 听上去很顺义的一些 的教训 以为就是上帝你的教导 甚至很多时候 在神学上 我们创造很多的口号 宣言 听上去很宏伟 显出我们很敬虔 其实在里面 最终我们反而得罪你 然后求你帮助我们 在这些环境里面 我们真的需要更加謹慎 不要调入这种错误的信仰 这种很廉价的一种信仰 现在广泛流行在教会 这个世界当中 求你让我们醒过来 能够看清楚这些信仰的错误 并且我们落手在主力的教导当中 是就是事 不是就是不是 不要让魔鬼有我们捕 搞要我们 让我们在其中 去谋求个人的利益 求主力的帮助 掩正我们的心思意力 祷告奉靠主耶稣 所以我们得证明知以后 阿嬷